说来就来 21日热火当家球星吉米巴特勒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贵州村BA现场 要知道去贵州村BA并未在巴特勒中国行原计划之中 此行是巴特勒临时增加的 目的就是想感受一下贵州村BA的热情与魅力 巴特勒的这项临时计划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大部分球迷不远万里来到现场与自己喜欢的球星见上一面 买了今天最早的一半赶过来的 我喜欢巴特勒已经喜欢很多年了 我从山东过来找我朋友 然后过来村BA来看巴特勒 我们昨天凌晨12点才打完凯蒂本地的一个村BA 就直接开车 然后凌晨2点半就到这里了 贵阳凌晨2点钟 骑车到今天早上5点半 然后才到了这个地方 要知道贵州村BA是不收取门票的 为了能见到巴特勒 大部分球迷顶着大太阳早早地来看了现场 在见到自己的偶像后 球迷们发起了善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这是首位NBA球星来到村BA的现场 这样的场景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对 你没看错 吉米巴特勒 他真的来到了贵州村BA的现场 作为NBA的球星 巴特勒没有任何明星架子 来到现场的他 先是佩戴上了这象征着满满祝福的影像圈 紧接着巴特勒更是在主人的引导下 学习了当地方言 之后巴特勒在经过短暂的休息后 便参与到了投篮小游戏当中 巴特勒没有遇到水土不服 投篮总是能一发入魂 可他的队友却不是很给力 投篮今连出现失误 而巴特勒在一旁耐心地传导着球 在投进这几三分后 巴特勒更是与队友配合来了几爆扣 这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不得不感叹 村BA的现场氛围是真好 这是妥妥地完成了对CBA的秒杀呀 但愿资本永远不要介入到村BA 想必日后NBA球星 每当开启中国行之旅 都会来到村BA现场 这也将成为广大球迷最大的福利 重磅消息 足鞋反腐工作再度取得战果 两名大老虎的确定落网 让所有人悬着的心又再一次提了起来 今日早间官媒发文称 中国足球协会技术部部长谭海 与战略规划部部长七军涉嫌严重违法 目前正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 其中谭海25岁 集成了最年轻的国家裁判 期间一度还是中超的金少 在2018年因足鞋机构改革 谭海出任了当时新成立的足鞋管理部部长 后担任了中国足鞋技术部部长 而七军长期在中国足鞋担任竞赛部部长 于2021年开始担任战略规划部部长 这两位大老虎的突然被查 瞬间让所有人心中那颗放松了的弦 又紧绷了起来 足坛在经历了一段反腐狂飙后 进入了一段平静期 大部分人认为足坛里有问题的人已经都进去了 现在在外面的人基本上可以确定向安无事 但这些人想错了 官方一方面在紧急办理理铁程序员 等大老虎为首的贪腐案 一方面反腐的延伸工作远没有停止 最终官方顺藤摸瓜 在湖面经过短暂的平静后 又再一次掀起了波浪 随着谭海与七军这两位足鞋部长被抓 想必中国足坛的反腐工作 将会再次掀起一场风暴